今天教大家做一款比假烂蒸 好看好吃又辣丝的西瓜吐司 它的做法非常简单 大家一定要学起来 首先我们将视频上方所有的原材料 都加在我们的打蛋盆里面 然后我们就加入牛奶 牛奶的量就是不要一次性倒完 要稍微剩一点 因为每一个高粉的吸取量它是不一样的 然后把它放在厨师机上面进行一个交代 如果我们的面团比较干的话 然后我们就继续把水倒进去 就是我们说的牛奶 现在面团呢已经搅到这样厚膜 接着就加盐还有黄油 这个黄油一定是要提前软化的 继续搅打这个厚膜 那打好的面团呢 我们就要把它分割出来 因为我们有四个颜色 一个是白色 红色 绿色 然后还有一个墨绿色 我们就先分五百克出来作为一个红色 那红色呢 就加红取粉 好 粘去大就可以了 我们速度不用开的太高啊 那剩余的面团呢 我们就分成两个二百五十克 剩余这点呢 我们就把它做成一个深色的 就握绿色 好 这个呢 就做成一个绿色 好兴趣的样子 拆拆 拆拆 拆拆了个黑色 这所有面团呢 都上色了 那我刚刚从这个白色面团里面 揪一点点的出来 然后调成了黑色 一会儿告诉你们 这个是做什么的 然后你们就把白色的 红色的 还有这个浅绿色的 将它一分为四 分好后全部团圆 墨绿色的把它切条 分割出来 再用手搓成 粗粗细细的长条 再是把黑色搓成长条 然后切成一小颗一小颗的 现在呢 多余把这个弄完了 然后我们 好够搭一下 搭在这边 老师哥就管它 因为如果它太粘的话 也会不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来 弄红色面团 红色呢 那我们就先用 我们的手掌左右 啊 就收底部 将它稍微收长一点 就椭严实的那种状态 像火炭肠一样 有点长的 好 因为我们要用 小的这样的 吐司盒 如果用搭的话 那个就没太大的关系了 然后呢 我们就把它擀长 然后排气 就翻过来 超过小 小鱼这个盒子 嗯 一到两个里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把这个 西瓜籽放进去 哼 就放上面就可以了 因为西瓜的籽 基本上是在它的瓜壤里面 好 它越靠边上呢 西瓜籽就会越少 所以说就放中间就够了 这个西瓜的籽又有点多 然后呢 就红上 往下就把它卷起来 好卷的时候往里扣 反正把它不吐舌头 接着就是 白色的羊 嗯 首先改成长熟状 然后翻过来 底部朝上 我刚刚蘸了一点红色 没关系 改一下 然后就把我们的这个红色刚刚卷好的面团放在中间 然后我们红上 然后贴下来 然后再滚一圈 然后再滚一圈 然后它底部就贴住 绿色呢也是一样 再拿一个绿色 绿色是我们的西瓜皮对吧 所以说是一样的 好同样 底部朝上 放中间 然后把它裹起来 卷 底部可以再收一下 这样子呢就可以了 接着就把这个墨绿色贴上去 来看这样子呢就可以了 下一个呢继续啊 是这个样子 就主要把它团成长条状的 嗯 像骨子肠一样 然后长一点 就改它 我们可以中间不想弄这个紫的话 太花时间了 然后可以加一点巧克力豆 它也可以增加它的一个嗯 峰会 好同样 让它裹起来就可以了 现在开始发酵 温度呢35度 10度75度 时间45分钟 现在到面团已经全部都发酵好了 大概像这个样子 我们手指进去 就手指能够点到一个关节处 好就是小模具 大模具就是两个关节处 这样我们就把它放进 预热好的烤箱里面 像鲜红呢 就175度 用的也不要太高 时间呢30到35分钟 然后也会看到我们的颜色 差不多烤了35分钟 好 吐司就已经烤好了 然后拿出来了 猜猜如果侧边像花一样 那经过35分钟烘烤呢 吐司也已经烤好了 我已经将它取出来放凉了 而且在放凉的时候偷偷切了一块 大家看到了吗 吐司呢已经放凉了 大家在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这个呢是我们侧边啊 看得像小花花一样啊 好然后我们就切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吗 很漂亮的一个吐司哦 然后把它切成一个三角形 像不像一个西瓜 小朋友们看到 肯定像一口把它吃掉 那现在呢 再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一个拉丝程度啊 非常的拉丝的 非常的拉丝 那这一款好看又好吃的西瓜 这次大家都学会了吗 好了 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